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在上次课中呢,我们学习了如何给对象中的方法传参 那本次课,我们就要学习如何获取对象工作的这样一个结果 也就是获取方法的返回值 我们可以来复习一下 就用上次课的这样一个代码 有一个Class App2的这样一个类 然后有一个Print方法 这个方法有两个参数,一个MSG,一个Lumber 这个方法的主要含义呢,就是循环打印Lumber次数的这样一个MSG的信息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方法的执行结果哈 Java App2也就是循环打印三次Hello World 当然这个方法只是循环打印 那如果有时候哈,我其实并没有在控制台产生输出 但是呢,却执行了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代码 我怎么知道我打印这个方法返回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啊,这就会涉及到方法的返回值 其实所谓方法的返回值哈 我认为就是一个方法执行完之后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好,以及他究竟有哪些信息要返回出来给别人看 好,是用来执行这个任务的 那么,呃,我们这几次课一直在学习方法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方法究竟是由哪些部分组成呢 第一个就是修饰符 第二个,void这种东西哈 它其实是一个叫做返回类型 虽然void代表空返回类型哈 就代表无返回值 但是很多方法它一定是有返回值的 有返回值就代表这个方法哈 到底是执行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是可以给一个信号出来给外界 那好,print呢,很明显是方法名 而小括号是参数列表 多个参数用逗号隔开 花括号是方法题 也就意味着我在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哈 就会执行花括号中的代码 会完全执行一遍 那接下来哈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针对于print这个方法 我们如何获取它的返回值呢 好,假设 我们如果要获取方法的返回值 首先在方法的定义上就要进行修改 那这个返回类型就绝对不应该是why的类型哈 而应该是,嗯,这个类型当然可以自己定义啦 比方说string啊,或者是布尔啊,或者说是inter类型啊 好,我假设是inter类型 假设是inter类型 来看一下,如果哈 如果我们定义了方法的返回类型是非void的 好,如果不是void的,是inter,string都行 那么在方法的结尾 方法的结尾 我们必须有一个return 记住,return一定是方法的最后一句话哈 执行这个顺序的最后一句话 return什么呢? 假设我return就是一个number 好,编一下 应该是没有任何语法问题的 但是,我去执行它 诶,你会发现貌似这个返回值哈 我没有用到呢 这个返回值是什么情况下我能够调用呢? 其实是哈 我在调用这个print方法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就是在执行这个方法题 首先执行过循环 打印三次hello word 接下来最后一句话 return number 这个时候number的值是3 也就是说我会把3给返回出来 那我返回值在哪里捕捉呢? 看到没有 我在调用这个方法调用完毕之后 会返回 那我可不可以定义 定义一个int类型的变量 因为它的返回类型是int嘛 intx等于obj点printhello word和3 接下来 我们可以再打印一句话 再打印一句话 Javaapp2 你会发现我捕捉到了这个方法执行完的这样一个返回值是3 因为我在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是把hello word传给msg 把三传给了这个number参数 执行完循环打印三次hello word之后 把这个参数number的值给返回出去 而我在调用完这个方法之后的返回值呢 我可以用一个相同类型的变量x来捕捉到 这就是为什么我打印出x的值就是3 这个就是方法的返回值 也就是说我们在调用一个方法执行完它的整个过程之后 我是可以捕捉到它的return语句 返回出来的这样一个信息 其实方法的返回值就代表这个方法在执行完毕之后 想返回给外界什么样的信息 那返回什么样类型的信息 肯定是跟方法的这个返回类型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这个时候我把int返回类型是int 我改成了stream 那返回值呢我就返回msg 那这个时候当我执行完print之后 我就肯定不能再用int类型的变量来接收 而必须有匹配类型stream来接收 好现在编译一下 再执行 出来你会发现这个返回类型是msg 其实只要你返回的这个值是个stream类型 你返回谁都可以 假设我返回的是success 是我另外定义的一个常量 ok 你就会发现我捕捉到的返回值是success 那同理 我可不可以返回布尔类型呢 可以的 当然因为我们的方法执行 不仅仅是这么简单 有可能我会有条件啊等等 比方说有个if语句 if true 我就written true else written false 你们可能会说 不是说return语句 必须是方法执行的最后一句话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if和else是条件 也就意味着我其实执行方法 我只可能进入其中的一个 样子就是if 样子就是else 也就是说不管是return true还是return false 他们都有可能是整个方法 最后一句话 仔细看条件如何而易也 我们这个true的条件 我甚至可以把它改成number 大一等于三return true 否则return false 那我这个地方 公量的时候 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传递的参数是三 所以number大一等于三是肯定可以执行的 你会发现x value等于 true 但如果我是传递的是二 二是很明显 小于三的 这个时候我捕捉到的波量值就是false 我们完全完全可以把方法改成这种以条件语句返回不同的值代表我可能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执行结果 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执行成功了我才返回出我执行失败了我可能就会返回force 那我可以根据这个方法返回的是tune还是force来判定我这个方法执行是成功还是失败 如果成功怎么做如果失败我又怎么做 这就是方法的返回值 它代表一个方法执行完毕之后想要返回给外界的信号 当然我的返回类型既可以是boolean啊stream啊等等这种常用类型我也可以是一些很复杂的类型 比方说stream 数组 那我可以返回什么呢 作为测试我完全可以这样子做 newstream中括号是代表我要初始化一个新的字符串数组 给个中括号里面写AA和BBB说明AA和BBB是它的第一个元素和第二个元素 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再用boolean来接收了而用stream类型的数组 好保存 编译 隐形 诶我们打印出来这怎么是一个这么奇怪的东西呢 好跟你们说一下 因为对象数组是复杂数据类型 它是一组数据 如果我要打印这一组这个复杂数据类型X 也就字符串数组X 其实我能打出来的只是它的第一个元素 在类存中的地址 只是地址而已 那如果我要打印出它的每个元素怎么办呢 要么就是便利它 好 我这里做一个测试 下标X中括号0就代表我要打印X数组的第0个元素 也就是第1个元素 看一下 打印出来的是什么 哦果然是第一个元素AAA 好的 这个就是方法的返回值 首先我们要定义方法的返回类型 然后在方法执行的最后一句话 写上一个明确的return一句 那这个返回值呢 是我在调用方法之后 返回出来的 我可以用相应的变量 相应类型的变量来接收这个返回值 嗯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本次课的内容 同学们记住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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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